你知道什么叫裸条吗 不知道 哎呦那你可是太嗷了 现在最大的这个新闻 马爷特感兴趣 对吧 我看了 就是他这个 现在这个大学校园 有很多女孩子 为了借钱 现在那个网络借钱的平台特别多 可能上百家都不止 因为你没有什么可质押的 那么那你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你脱光了 拿着你的身份证 然后呢 按照他的要求 做各种复杂动作以后 然后把这个东西压给他 他就借你钱 然后你要还不上了 这东西就散出去了 结果有的还上了 也散出去了 对 而且你就知道 让人惊讶的是 他借多少钱 有最少的借五百块钱 对啊 一般一千块钱 两千块钱 然后呢 有的是借了东墙补西墙 有的最后就是 利息高达百分之三十 那是周息 周息 这些女生 就现在就是十个计的给出去了 最后一百六十一个人 其中好像还有那个财富认识的 是吗 没有 有老乡 有老乡 看到了这个安阳实院的 也不知道 这是我们那一片的 就是中西部高校为主 这就把我们河南给圈进去 所以你知道 大家就聊这个事 让我觉得有一个特惊讶的现象 因为跟我原来上大学的时候 对女生的这个观察 太不一样了 有一个文章就讲 就说 你知道 你不要去骂这些个女生 现在很多人主要就是说 说这些女生没什么可同情的 你就为了借一千块钱 你怎么就这样 在洗手间里 甚至不惜这个自读 自慰 是吧 把这视频给人家 你就为了一千块钱 说你为了买什么 就为了买点化妆品 你知道吧 但是呢 我就看见一篇文章 就是说 不准嘲笑这些女孩子 就是说一千块钱 可能违继着他 最底线的一点尊严 但是这个观点 我不知道广美是不是能认同 于是我就真打听了一下 他们 我就说 他们买的这些个东西 大学女人宿舍 就说广美拿来 我问问广美 这都是多少钱 你请问广美什么人 广美说 我带着 但是我都不知道多少价钱 为什么 都是送的 不是 因为这些其实说真的 可能我不是一个那么 就是很多女生爱买这些东西 但我就不是那么的 着迷这些东西 那因为我工作的情况 我比较幸运一点 因为我工作的时候 很多客户厂商 都会送我们东西 就是我光用送的东西 就已经堆在那堆不完了 所以我是问我身边化妆师 我才大体知道 其实这就是现在学校 很多女孩 大学女孩 她就必备这个东西 这什么 你比如这个叫什么 韩国的一个品牌 干嘛的 就是面霜 就面霜 对 这个大概 水吗 不是 她看了 她包装很漂亮 打开之后 其实就是里面 就是膏状的东西 雪花膏 雪花膏 怎么一斤子 剩八十块的感觉 我们六零后的运势 两千块钱 大约吧 两千块钱 这玩意叫什么 这个就是精华液 精华液 这个也差不多一两千 是吧 可能吧 这玩意是谁给你的生日礼物 不是不是生日礼物 这个是这个 在日本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品牌 我自己本身也是他的粉丝来的 这个是他是三十周年庆的时候 一个限量版的一个面霜 人家送我之后 我也就一直搁那儿 因为就一张脸 这得多少钱 我不知道 这是口红吧 这是口红 这口红 他们说得七八百块钱 是吧 这个呢 是什么呢 叫四色什么 眼影 不是 蜜粉 就是打底用 但是我必须说 这个包装真的很吸引人 你不觉得吗 说真的 我每次去到那个 就是我去到这个化妆品品牌的 柜台的时候 走不动道 其实我一看 我什么都不需要 我没有任何需要的东西 但我就走不动道 我到最后 我一定得买点什么东西离开 好了 他还没给我们钱呢 中国没有卖 没关系 中国没卖 中国没有卖 我跟你说 这帮鸡贼的日本人 他就是这个 他在中国做宣传 但是中国没有卖 为了什么 让他日本去买 或者代购 到香港 在香港可以买得到 您这买 我就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现在就有点不太明白了 就是说 一个同宿舍的一个女生 她必须都得有这些玩意儿 有的人借 就是这是这161个女生 有的理由 就是借一千块钱 两千块钱 可能就要买一个彩妆 什么叫彩妆 彩妆跟化妆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东西叫彩妆 有颜色的 上颜色叫彩妆 打底的 保养皮肤用的东西 叫护肤品 就是有护肤跟彩妆 护肤是保养用的 彩妆就是锦上添花用的 我这我都以为听说破了 但是就是说这事为 现在他们说就说 连高中女生上学也想化妆 也都很多化妆的 不化就怎么了呢 其实化跟不化 我觉得这不是重点 我必须这样子讲 同样的一个彩妆用品 它从30块到3000块 它的这个范围其实是很大的 你不用去 就是说我觉得 你要按照你自己的能力 去购买 化妆没有问题 因为现在在网上 有很多很多 这种化妆的教学的 这种网站 它鼓吹年轻的女孩 也要开始化妆 展现自己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如果为了要 买昂贵的化妆品的话 而去做这个所谓的裸带 我就觉得这个 真是很大的问题 彩妇对这个裸带 是什么角度 就是我也看了很多人 批评这些小姑娘 其实我当然也很生气了 但是我觉得 就是那句话 就是什么可怜人 必有可恨之处 大家都在强调 可恨的那一部分 其实是可怜的那一部分 才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些女孩 就为什么就这么容易的 就把自己的这个裸照啊 就发给了那些借贷方 她总是有一些规则 或者有一些机制 在里边起作用的 后来就发 就看了一些东西 就是其实她就 她的背景 就是大学里边没有新闻卡 就是09年的时候 我那时候看到一个新闻 我就查了一下 发现真是 就是银监会出了一个规定 就是往大学发信用卡 一个是不准给未成年人 第二个是对大学生 这种没有偿还能力的 你必须确定一个第二还款人 就是有可能是她的父母 或者哥哥 而且第二还款人 你要去印证 她确实能还 对于很多女大学生来说 去找她父母去确定 她去办一张信用卡 她有可能是 不会干这种事 因为有可能 父母已经把学费给了她了 或者说 父母的经济条件是不行的 她就 就是形成了一个校园空白地带 她说这个事 是个多层面的 这个第一个层面 是中国人的这个奢侈品 就我们假设 应该这算奢侈品 你看我都没见过 非常奢侈品 很奢侈品 中国所有奢侈品的这个消费 是跟她身份不匹配的 这在全世界最独特 就都是努着消费 你比如这女孩 根本就犯不着拎那包 比如各种名牌包 一个包便宜的 大几千一两万 贵的好几万 你看那拎三五万包的那人 她可能就挣几千块钱 她能一年就挣这个包钱 她这个理论上讲 这类东西 不是为他们这个阶层设计的 但是她都要努着去花 我碰了过一个例子 就我去美国 去美国就拍卖 都完了 剩了闲工夫 纽约第五大道上 有个什么商场很有名 我也记不住 都是英文名 他那里有专门一个很小的柜台 卖一个非常昂贵的化妆品 然后那个人就带我去 我们几个朋友一块去 他说这都是我们单位人 让我给带的 我说这东西是什么 他说这东西除了洛杉矶的 那大牌明星史 没人敢使 在美国人都嫌贵 很小的一点 随便买一点 就一千多美金 就一个人的 他说你知道吗 这姑娘花这钱买这个 这姑娘是挤地铁上班的 对不对 是 他完全不匹配这个事 但是他就是 能够把他的所有的积蓄 甚至借来的钱 去干这个事 这是今天的我们整体社会 消费观的一个引导 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不晓得这种裸袋 它是可以持续的一只 拿同样的照片 你一直带吗 因为你要知道 你花三五万买一个包 这个包不会凭空消失 除非你掉了 但是保养品跟化妆品 它是会被用完的 对啊 就是一袋再袋 你花保养品 你可能这一瓶三个月 你就没有了 那你三个月之后呢 你知道有的女孩 现在失踪了 她带了几十万 她都是这种啊 有很多家这个借贷平台 就是这借贷平台 一说没我们事啊 都是他们第三方 他们之间达成的这个交易 然后呢 她就是老得买 拆了东墙这个补锡墙 对 她不是借了那么多钱 她是那个窟窿越来越大 都是高利贷嘛 她那个锡很吓人的 她那个 就我看到最低的锡 都比中国银行 规定最高锡的若干倍 她有最最那个严重的是 按日记锡 那她为什么敢呢 他们 我觉得这些人还数学不好 就是她都不知道这0.3 就是你比如说 你她不说你还多少 百分之多少 她说你还 比如说这个锡就0.3 什么叫0.3 就周锡0.3 就是周锡30% 那就理论上讲 三个多礼拜 您就是翻翻了 对 还不上就利滚利 最恶心的 就是现在被人家 这个就指出来 就是说 他还有肉肠条款 对 这就太恶心了 这个就触犯法律 有的说 早已经肉肠好几回了 他这个弄来弄去的 而且还有一种是裸聊 就是说 我觉得中国这事真有意思 说还不起钱 行 我给你找一人 你跟他裸聊一回 就算底了 那人把钱付了 他所谓肉肠 就是这个意思 中研克体肠 他就变成拉皮条的了 突然身份 就变成拉皮条的 把这个事给解决了 他这个身份其实也有一个变异 我刚才讲到那个信用卡 从校园退出 就各种这个小信贷机构 就开始做这个东西 你看一张照片 就我现在在大学 我就跟我那时候 大学情景不一样 这大学生贷款 这种告示 据说现在在大学校园里 到处都是 对 那你就让整个大学生成为 都负债借高利贷一族 他是因为 我看到一个 就是他在这个 讲这个还贷的情况 他尽管很多都是死账 但是他盈利还高达百分之十几 那比银行要高得多得多 就是还是 因为他收的息太高 还是有人在乎名声 东借西借 最后不行了 就穿帮跟爹妈要钱 因为有的人是 现在有的女孩 是家里还是有钱的 那家长有时候很火 就是说你这没多少钱 你跟我要 我都会给你 但是他又要自食其力 他认为 他还有个尊严 他这尊严 是另外一种尊严 他认为脱了衣服 照个相怎么自卫 这都不叫尊严 但是我跟爹妈要钱 这尊严就没了 有的人并不是家境很坏的 他不是说所有人 都是因为彻底的走投无路 不是 他现在有的女孩 他跑了 他爹还帮他还呢 对 我现在认为 你比如他抓 不是抓住 就露出来的 这一部分十个计的 这是冰山一角 所以现在 他们说就说 这些女孩你傻呀 你就是还了钱 你把这给人家 你以为这个 不会被人露出去吗 现在在网上 有人卖这个的 他有人是已经还完了 也被露出去了 这就有点 说白了有点不逼的 你刚才就讲这尊严 我就觉得 需要重新认识了 就是说 跟我们年轻时候 特别不一样 比如说我就看一个大学老师 他就曾经讲 他说你知道吗 比如说现在快春节了 他说在我们三线城市的 这个学校里 同学们之间 有一种很微妙的东西 什么微妙的东西 买火车票和买飞机票 比如说很多同学开始排队 买火车票 对吧 但是那些买了廉价飞机 一部分买廉价飞机票的同学 碰见买火车票的同学 都有点小尴尬 我觉得这还是比较善良的 他不好说 就不愿意说 说你怎么回去 就坐飞机回去 他不愿意说 他是坐飞机回去 但是另外有一些同学 就全楼就嚷嚷 明儿飞机票早买着了 明儿咱坐飞机回去 我甚至还是我爸妈 给我买公务舱和头等舱 其他同学听着 就与上 你说这时候 咱们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没这个 也有 有吗 有 没感觉到 我那时候从深圳到北京 一坐33个小时 我坐得我要死的那种硬坐 但那时候我们全班同学都那样 那您那时候吧 他普遍贫困 贫困 对 到我那时候已经一部分人富起来了 到现在又一部分人富得很富了 感情您还比我年轻 我这90年代的校园 已经有人是飞机来飞机去的 什么问题了 还有一个就是他这次拍这么大量的这种 就是说白了有的都算色情照片 对不对 他不是重大拍的 有的都是色情的 当然 我看了有的女孩就去 就也接受采访 他一方面愤怒 一方面他有一个理论支持 他说我当时就认为这跟人谈恋爱差不多 谈恋爱不是也人看了我身体了 这个没谈成就没谈成 就是他有这个他还有精神支柱 他自我能解释 所以这个观念不一样 不一样 他认为谁看谁看都是看 你看我还听说过一个事 也都跟着都类似 就是个大学 女大学生 女的长得就是比较顺眼的 就有人说 你要不要找个人帮你 他怎么帮你 说这人根本就不来你这城市 他偶尔来 但是你是他的 他每个月给你钱 比如一个月内 我听他们说大概是几千块钱 三四千块钱 每个月他定期给你钱 但是他一旦到这个城市出差 你就得全身心的陪他 那他不在的时候能不能兼职呢 他不管你 他说的是他包你 但是你该干什么 你干什么 因为你也看不着 但是女孩 她比较容易接受这个事是什么 她有一套理论 她说 大部分在大学谈恋爱的人 到最后一毕业就劳艳双飞 都不成 说与其跟那一人苦哈哈的 还老天天伺候的时候 给他又打盒饭干什么 最后还把我抛弃了 还不如我找这么一人呢 他这就是商业的计算 看哪个核算嘛 对 说这租房核算 还是买房核算 他就算好了而已 国美你作为你 你 咱们岁数 你比我年轻了 我跟你同年代 同年代 台湾那时候 你年轻的时候 也是挺苦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 你说班里的 你们的女生都讲究化妆吗 不讲究化妆 但是也都讲究爱漂亮 但是其实爱漂亮很多的方法 例如什么 就有很多的那种小偏方 例如我还记得 以前小时候用那个 说什么要深度清洁皮肤 我们就用绿豆粉 绿豆粉加蛋白 就可以去黑头 用什么这个种 然后用蜂蜜敷脸 就是说 那个时候 当然是有很多的土方法 但是你现在去跟小孩说 这些东西 小孩都笑你啊 所以小孩真是应该跟这个 广美也学习 我就说咱们你看这大美人 我就跟你讲 这个这衣服 叫我看着 跟Dior的也没什么区别 广美你跟大家说说 这玩意几万块钱买的 对 我跟我朋友讲 我说我老在淘宝上面买东西 没有人相信 就是因为老 这这多少钱 一百多块钱吧 可是具体我不知道 它有可能只有98 我不知道 但是就是说 就是说 因为对我来讲 可能我们用衣服的量比较大 你们男士 反正一件黑马甲 你穿了十四八四 我从年轻穿到 就是最后道别这个世界 因为可能我们对于这个服装 更换的次数比较多 对我来讲 量可能比质 有时候是来的重要 对我而言 嫌弃啊 嫌弃 但是彩夫 你也是当爹的这个人 你觉得 我就想 就是说 要是他父母 在网上 你说看见女儿的这个 不就疯了 会气疯的 就是因为很多的短信和视频 会发给他的父母 父亲 直系亲属朋友圈 对对对 他就没法在这个朋友圈里边生存了 实际上 这也是很多人顿调 就是我就消失了 就被迫从事一些地下行业的原因 就是这些一个产生了很大的后果 把这些女生给甩离了大学 实际上就去做别的工作去了 那我觉得其实 我看了另外一个视频 我会发现 其实这个年代的人们的性观念 跟我们理解的已经完全不一样 你看到哪儿的视频 我看了一个 新闻的一个视频 是采访 是一个电视台的采访 就是在街头随机 找这个年轻的姑娘问 你这一生 你想睡多少个男人 我看到的数字最高的那个说200多个 然后说你现在已经睡了多少个 说100多个 而且特别严肃 很正常地在回答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带着男朋友的 问这个女孩 她带着男朋友在旁边站着 我睡了十来个了吧 对 你听过那个 有个段子讲 那个90后和60后的吗 我估计你们听过 就是说 坐那个火车 卧铺 有个90后的女孩 睡上铺 有个60后的大叔 睡下铺 然后那90后的女孩 就不考虑别人的 放那个音乐 那很大声 烦的 这睡不着觉嘛 这60后的大叔就跟他说 说姑娘 你能不能让我睡一觉啊 这姑娘看着大叔看了一会儿 说行 上来吧 我觉得这个价值观念 对于有些女孩子来说 一个这个 就可以 这都多了 可以睡两觉了 可以跟大叔睡两觉 你说 我觉得有时候还不是闲的问题 您刚才讲到 就是对于性的观念的 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真的很让人吃惊的 我有时候玩一些那个手游嘛 那你知道手游会有很多小伙伴 我们就可能会有一个群 一个群里面有好几百个人 其实大家都彼此不认识的 那我是做消息免打扰 我是不会去看那些消息 但是有一次 我看到一个人的微信的名字 我吓了一大跳 他给他自己取的 微信里面取的名字是叫 清他的城 当他的王 睡他的人 上他的床 他哪个人弄这么长 这个 这个就是叫做个性签名 就是自我表态 我告诉你 我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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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了 你知道 这算是比较文明的签名 对吧 也就是上他的床嘛 而且现在 我觉得这个有传远性 就是一个女孩 看见一个女孩 比如找了个大叔啊 什么的 他马上都会觉得 我也可以找一个大叔啊 至少帮我买单啊 什么的 其实对他们很多时候 要求很简单 你知道吗 就是今天晚上我想去唱个歌 一帮孩子想去唱个歌 总得找一个咱们这老干做 我觉得咱们怎么那么冤大头呢 就是 我们年轻时候没赶上好日子 对 你说我们这些大叔要不是真是为孩子们服务 有的时候也不是睡不着 对吧 就给他买单 你也愿意吗 对不对 我不愿意 但是我有的朋友 那不就是承担了这种角色吗 他 你说这怎么理解呢 我们年轻的时候 那个性的最大特征是神秘 今天的最大特征是不神秘 那网上什么都有 对 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 无论你怎么去进 怎么去阻碍这个事 这个事是跟潮水一般的涌来 所以现在 女孩子对自己的身体 就没有什么 这个珍惜的感觉了 过去都有这种珍惜的感觉 有的女孩就是说 我得让我新婚丈夫碰我 别人都不能碰 现代人直接说 一听说那女孩是个处女 那我不要了 说这这么一经验没啥意思 她的观念都不一样 对不对 是啊 你说我们那个时候说什么直男癌的这种观点 那就是说这女的多睡一个人 你就多贬值一分 对 那固然那是老土的 对不对 但是现在好像沉一下 到那里这个一个境界去了 这东西 对 她是跟她说的那视频我也看过 那我看过 我们的兴趣还放 是很接近的 很有意思 那视频 就是她就随机采访各种女孩 女孩回答都大部分都超出你的意料 有时候两个女孩一块走就问 说你一生中要睡多少个女孩 那女孩说她已经睡了十多个了 她悲蜜说 对 直接说 有的最什么 我里头说的最保守的人 就是最为保守的一个人说 睡三 这就是最保守的 说要找一个人 就是没结婚的人 还有一个 以后还有一个结婚的人 也不是怎么 还有一个什么人 是那个 她说睡三个 那个说 是在大学里边谈一个 谈一个 这种傻小子 大学之后要找一渣男 被这渣男骗一回 最后找一老师 这是里头 这是完满的人生 她说这三个 这是里头要求最少的一个人 剩下都是十个二十个 最多的二百个 对 二百个 其实那个是 我觉得挺具有这种 研究价值的这种采访 对 而且都很 说到都很自然 没有一个人是很拘谨的说 是吧 其实我们说这问题 但我们有点不好意思 人家接受采访的时候 是很内心很健康的一种事 也有可能 你不好意思 我们不健康 那我有些朋友可得意了 就是你知道 就是说赶上好时候 大叔赶上好时候 就是 我有一个 从美国回来的一个朋友 他就说 他说你要做在美国 中国现在对我们这老男人 是最好的时候 说在美国 哪有这十六七岁的小女孩 赔不我们这岁数的人玩啊 他说可是在中国 对吧 有钱 我哗啦啦 整天朝一的堆都没问题 也没花太多钱 有的时候就是给买个单 这就是不能全怪那些女孩的原因 这个供给侧和需求侧 也同样重要 老男人这供给侧改革 非常重要 很重要 也得谴责 你知道他们想讲 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消费主义 还有什么社交媒体 等等这些是一只巨兽啊 就是说在吞噬我们的这个 灵魂 新一代的灵魂 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大学老师 他说你们要同情这些女孩子 他说我认为有同情之处 他说因为什么呢 1999年他去这个重庆 叫什么乌山乡啊 就做调查 他说1999年那个时候 我做的这个中小学孩子 就是现在的这个大学生 他说你们要知道极度贫乏 带来的这个后遗的这种意识 但那个时候 比如说我调查一个小学 四百多四五百个这个学生 他说走山路 每天一两个小时 才能上到学的孩子 就占到了一半两百多个孩子 午餐的时候 就是一半的孩子 没有午餐 他就说 男生你想这样的孩子 他上了大学 而且我就觉得 我真觉得我们60后 我上大学的时候 一样穷 没这种虚荣心 真的就是说 他这种虚荣心 我有时候表现 有时候我看到 我觉得好可怜 就是怎么现在会出现 家境好 你比如我觉得 要是我的孩子碰到这个 我心里就特心酸 我特希望让他不缺钱花 因为我见过那俩女孩 你知道一个家境不好的女孩 现在要是跟那个富二代的一个女孩 俩人一起出去 还交朋友出去逛街 我就看着不漏人 那富二代女孩就是 他帮富二代女孩提着行李箱 那富二代女孩买的那个东西就成箱 然后什么喝个咖啡 喝个冰茶 都是这富二代女孩给他买单 于是这个贫穷的这个女孩 就有一种奴言悲惜的那种感觉 哎呦 我觉得这太心酸了 那个泄露的资料里面 有这样一个资料 说那个专业上 有两大专业是最大 一个是师范专业 一个是医学专业 中西部院校的师范专业 是交钱交学费交的最少的 这我们都知道 就上师范以前是免费的 现在是不免费的 但是他学费是交的最少的 你比如像金融专业 计算机专业 或者是这个这一类的专业呢 是出身不错的那些人报的 因为他的学费很贵 他可能一年就是一两万块钱的那种 他们这个穷人的孩子是报不起的 我们没有完整地调查 那些被骗的女孩的 家庭的财政状况 但是我从他们的这个专业 大致能猜出来 就刚才你说的那个 出身贫寒的女孩啊 到了城市了以后 这是别人都在炫富 其实自己又没有钱 支撑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拿一个化妆品也算呀 就这种 有可能背后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关系自尊心和虚荣心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